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要感谢一直以来不断地给我们支持鼓励的朋友们 节目开始之前 请您先点赞 并且请您尽量看到最后 提高本节目的玩玻璃 以利油管和干净世界的推荐 你们的支持会鼓励我们持续做出更好的节目 奉献给大家 好 下面开始今天的节目 7月30号 英勇的乌军第93旅打下了一架苏34 第93机械化旅一直是防守巴赫默德的中间力量之一 根据他们发布的视频 一架苏34被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 最后阶段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 同样是7月30号 我们再次见证了山毛举的绽放 布克M3山毛举是俄军机动性非常强大的区域防空系统 然而从被乌军第15炮兵侦察旅发现到摧毁 只用了短短的5分钟 干得漂亮 俄罗斯人这下要感叹了 我太难了 这山毛举不起来了 巴赫默德方向 正如我和宇同兄都给各位报告了 乌军久攻不下的克里西夫卡和安德烈夫卡 终于在极数炸弹的猛轰下被收复了 俄军实在顶不住极数炸弹的轰炸 被迫撤入城内 目前俄军完全没有外围阵地 所有外围阵地都已丢失 而乌军已经重新打进市区 俄军前段时间妄想通过进攻库皮杨斯克 而迫使乌军北上救援 但乌军在乌克兰战身 希尔斯基上将的准确判断下 没有上当 也没有派兵救援 而是死死咬住巴赫默德布松口 库皮杨斯克的守军也真是争气 坚决死守 顶住了俄军一波又一波的反扑 稳住了阵脚 根据乌总参的说法 昨天 俄军在莱曼库皮杨斯克方向 试图夺取主动权 但没有成功 他们还试图在辛耶霍利夫卡附近 斯瓦蒂夫斯卡社区和比洛霍利夫卡 发动袭击 也被击退 在塔弗里亚方向 俄罗斯军队白天伤亡了两个多年 二十个军事装备被摧毁 俄罗斯人居然玩起了两千多年前 中国人玩的唯卫旧照 可惜乌克兰人不钻这个套 乌克兰前段时间猛轰俄军后方战略物资基地的消耗战策略 似乎正在取得越来越好的效果 乌军已经在扎布罗热 罗伯纪念向东推进几公里 并达到了第一个准备好的反坦克战壕 具体来说 乌军于二十六号至二十七号 向俄军扎布罗热防线发动了大规模机械化的反攻行动 乌军用极数炸弹来进行掩护 并协同两个北约装备旅的第四十七 和第118机部旅的三个装甲机部营 来对俄军第八百一十海军陆战旅 第四十二魔布师和第七十一魔布团的阵地发起猛攻 在持续至当前的激战中 乌军向库班正陆续投入了其机动集团主力的一部分 过去四十八小时内 在罗伯蒂尼方向 在第四十七旅一步的掩护下 乌军第二机队在向罗伯蒂尼突袭途中突然转向 向该定据点东北方向的维尔伯维快速推进 俄军防线被撕开一道数公里宽的裂口 乌军突击集团在这片区域已取得关键突破 俄军总共在乌南地区布下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绵密的地雷阵 使得乌军初期的反攻在此两城重大伤亡 第二道防线是阻绝坦克前进之龙崖阵 也就是一排排紧密的巨大锥形水泥结构 第三道防线为阻击乌军前进步兵之豪沟阵地 现今乌军已经攻到龙崖阵 显示俄军的第一道防线已经被突破 抵达第二道防线了 接下来如果俄军没有强大的预备队投入反冲击 第58集团军在乌军突破口两翼第一线的四个步兵团 将被迫向南收索 免遭分割围艰 乌总参7月30号早晨发布的前一日战国数字 是这样的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245700人 新增480人 坦克4205辆 新增14辆 装甲车8178辆 新增11辆 火炮4795门 新增9门 昨天最大的突发消息 当然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再次直倒黄龙 袭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栋建筑 画面显示三架无军无人机中的一架 成功命中了一栋高档办公大楼并发生爆炸 这里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8英里 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 通信和大众媒体部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这是由于无人机袭击从发展部吹出的文件 乌军通过不断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 导致防空部队经常拉响全程警报 让莫斯科军民每天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中 切身体验击负居民的感受 我估计乌军的战术是 我无人机不追求绝对摧毁能力 而是以扰乱莫斯科的民心和秩序为目标 就像当年美军轰炸东京 给日本民众带来的心理恐惧和人心惶惶 要远远大于人员和物资的实际杀伤 泽连斯基面带喜悦 不失实际地称 莫斯科无人机袭击后 战争即将降临俄罗斯 他前一天再次不惧危险 清零巴赫木特前线古五世纪 是啊 看来什么时候得再来一次莫斯科保卫战了 不达到俄罗斯本土就不可能结束战争 事项盟军不进攻德国 二战能结束吗 对于俄罗斯人和普京来说 把别人的家园与国家摧毁 现在换他们常常自己家园被摧毁的滋味了 面对这样的局势 俄罗斯肉喇叭 梅德韦杰夫又发生了 如果我们想象乌克兰武装分子 在北约的支持下进攻取得成功 并占领我们部分土地 我们将不得不根据俄罗斯总统 2020年6月2日颁发的法令规则 使用核武器 不过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 赫鲁晓夫在做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时 曾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 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 不知梅德韦杰夫有没有想过 以此类推凡是动用核武器者必死于核武器 美国和北约的核武库都是吃素的嘛 在俄罗斯国内啊 像梅德韦杰夫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还真不少 大家还记得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吧 他有一个不孝子孙彼得托尔斯泰 已经混到了国家杜马副主席 他最近在电视节目中说 或者是乌克兰毁灭我们 或者是我们毁灭他们 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争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人民就不配存在 我感觉他恐怕忘了 他的曾祖父列夫托尔斯泰 就参加过1855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后来他游历欧洲 成为一个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 托尔斯泰的文字 能让人体会到战争的可怕 和平的可贵 如今他的直系曾孙彼得托尔斯泰 成了侵略者的帮凶 一定要毁灭乌克兰 来彰显俄罗斯的优越感吗 说到底 还是野蛮民族的思维 可以这么说 真正的反攻 这两天才终于开始了 除了莫斯科与习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称 克里米亚遭到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 俄罗斯国防部称 竟然有25架无军无人机同时攻击克里米亚 赫尔松为州长萨尔多称 凌晨乌军苏-24战斗轰炸机也大批出动 向赫尔松和克里米亚之间的铁路和桥梁系统 发动突袭 共发射了12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昨天无军还再次袭击了琼哈尔大桥 目的是切断克里米亚与赫尔松和扎布罗热之间的后勤通道 迫使俄军后勤供应失联 从根本上削弱 惶恐不安的俄军的战斗力 目前此交已被临时封闭 具体损坏情况不明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少将 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论断 克里米亚半岛从占领者手中被光复 不需要太久了 莫斯科表演过了 现在轮到基辅开始表演 美国国防部前天突然宣布 预计将于9月开始向乌克兰交付 埃布拉姆斯坦克 各位别忘了 美国的31辆M1A2主战坦克 早就运到德国 但三个月过去了 至今一辆都没有交付 就是在等待极数炸弹的到来 以避免暴二的遭遇 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M1需要拆除瓶油装甲 而这个过程很麻烦 一旦完成 第一批埃布拉姆斯将于下个月运往乌克兰 就标志着美国主战坦克 很快将会投入战场 7月26日星期三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F16的所有事项将加速进行 他的话耐人寻味 我们认真对待此事 尤其理解紧迫性 我相信我们的很多观众都是资深军迷 都知道F16和M1坦克意味着什么 近日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5年的 美国志愿兵西奥多·罗罗纳对记者说 乌克兰人需要武器 我认为真正能扭转局势的是来自西方的先进武器 如果我们能得到一个牌的埃布拉姆斯坦克 我们就能击溃俄军所有破烂的T-72和T-64坦克 而我们每拖延一分钟 就会有一个乌克兰人死在散兵坑里 除了即将登场的M1 还有一个好消息 根据前线情况判断 美国援助正在加速升级 电子战器材正在进入战场 近日赫尔松方向发生了两件怪事 一是俄军雷达操作系统屏幕上 时常飘满了雪花 二是俄军以往得心应手的 柳叶刀巡飞弹经常失去控制 在天上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 有俄罗斯军事博主分析称 7月以来 乌军开始使用美国电子战系统 并已正式随军渡过地涅波河 开始对作战区域所有俄军信号 进行全面干扰 来说说极数炸弹的威力 这次正是在极数炸弹的帮助下 乌军成功解放了斯塔罗马约尔斯克村 斯塔罗马约尔斯克村 突破俄罗斯的防御阵线 这属于重大的战役级突破 现在乌军距离马里乌布尔 只剩100公里 距离比尔江斯克 也只剩110公里 乌军正在一步步 坚实的逼近战略要地托克马克 目前只剩20公里 乌克兰总参谋部指出 由于俄罗斯人的重大损失 和乌克兰军队的胜利 包括第7空降师 第27禁卫空降突击团在内的 俄罗斯军事人员 拒绝参加斯塔罗马约尔斯克附近的战斗任务 而且近日俄军俘虏中出现了不少高龄士兵 悲惨情况令人窒息 从这些情况可以大致判断出 俄军部队目前的真实状况 一 为了弥补严重伤亡 俄军正大规模训练补充新兵 二 俄军士气低迷 位战情绪严重 三 俄军宪兵执行战场纪律 毫不含糊 俄军怂了吗 俄乌战争节节败退 俄军内部也严重不闻 普京已经陷于巨大的恐惧之中 继雇佣兵组织瓦格纳兵变未遂后 包括被视为幕后始作俑者的 俄空殿军总司令 队伍军事行动联合部队前总指挥官 苏罗维金 疑似遭逮捕 战功显赫的第58合成军团司令 波波夫被戒指 部分高级军官莫名失踪 甚至遭枪杀 舆论推测 莫斯科近期正在进行内部清洗 总统普京出于叛乱的前车之间 选择全面铲除所有隐患 这诸多事件更让以往一向立场 倾向俄罗斯的中共媒体节目 第一军情也不得不坦承 清洗正在发生 国内紧张局势正逐步发酵 并导致前线部队军心动摇 第一军情指出 俄军内部尤其是中高层间的相互倾压 确实暴露了不少问题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俄军一线降临 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和总参谋长 兼对无军事行动总指挥官的 格拉西莫夫等高层十分不满 认为两人昏庸无能的指挥 导致了数万俄军白白牺牲 是的 如果是这样 那就毫不客气 不断推进 不断冲击 让胜利来得更加酣畅淋漓 向托克马克进军 向马里乌布尔进军 向比尔江斯克进军 向克里米亚进军 向莫斯科进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支持 看到最后了 最后还要请您点赞留言 转发订阅 也别忘了我们的超级感谢功能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